中道自然医学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 蔡凯庄医师 王丰医师所共同录制的 这一集呢 是要讲 失眠、焦虑、恐慌、忧郁、沮丧、失智、强迫症 精神分裂症等等 这个治疗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失眠 失眠是有他的一个特定的脑坡的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脑坡图 这个是0到30 这个时候他13以上很多脑坡 表示这个人是在清醒的状态 同样一个人当他睡着的时候 他脑坡变成这样 就是13以上的脑坡都消失了 剩下很多放松 睡眠坡、婴儿坡很强 我们看到这个睡眠中的脑坡 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他一定是睡得很好 甚至睡到电话听不到 闹钟吵不醒 这个人是在一个深度睡眠的这个状况 如果是清醒以后脑坡就恢复成这样 所以我们做这个睡眠中脑坡 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一天到底你睡了几个小时 你是真的在睡 还是只是有睡觉的样子 可以完全一清二楚 比方说像前面这一个人 他的这个脑坡 当他这边13以上没有脑坡的时候 如果用另外一个图示来表示 就是这个13以上 13以上是没有这个beta坡 工作紧张坡的 这个表示他很好睡 那一个人如果他平常或者睡觉的时候 这边就很多这个脑坡 这个13以上的脑坡 就说紧张坡很多的话 那么他这个人就会很容易鼠羊到天亮 就是好像人虽然躺在床上 可是这个脑坡还是还一直在动 动个不停 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来看一个失眠的个案 这位患者他前后两次来 前一次他这个休息的时候呢 这个beta坡比较多 第二次就比较少 第一次是很红 很多红点 这个叫做杂念坡 那么到了第二次就好很多 我们两次来比较呢 第一次他来做清醒时候检测的时候呢 这个杂念坡是42个点 那么到了第二次就是变成7个点 所以他睡眠就彻底改善了 再来是看一个优异症 沮丧的这个病人 他本身是有淋巴癌 同时又有情绪的问题 他这个脑坡非常的低 各个脑坡 各个成分的脑坡都非常的低 可是经过一个多业呢 他脑坡整个就恢复 整个忧郁症啊 所有负面的情绪就全部一扫而光 我们来看这个前后两次脑坡 前面好像这个火烧房子 什么都烧光了 现在这个脑坡整个又恢复了 整个又恢复起来 再来呢 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情绪起伏不定 忧郁啊 心慌啊 睡醒觉得很累 注意力减退等等 几乎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毛病 他这个4月19号第一次检测的时候是这样 脑坡是这个样子 到了第二次呢 脑坡变 5月25号变成这样 很惊人的 整个就变得非常正常 比很多正所谓正常人还正常啊 所以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好一点啊 他摇摇头 他说不是好一点 已经由地义到天堂了 这个话我听起来就 我觉得好感动 病人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消失 所以通常都是脑坡如果变正常 情绪也会变正常 我们后面还会做一个结论 再来呢 是看一个恐慌症的病人 这个病人哈 睡觉很容易惊醒 睡眠很浅 不喜欢跟人接触这样 他老婆是这样 前面一段呢 看起来是好像有点忧郁 忧郁症的老婆 很低 什么好脑坡都没有 可是当他接触到这个数学加法题目的时候呢 他这个紧张老婆就跑出来了 我跟他说啊 我说只不过让你做一个数学题目而已啊 你老婆这样就够用了 怎么会表现这样呢 你这样的老婆看起来好像你在被老虎追啊 说这个是5月9号4点半的时候 那么我们给他吃了一些处方以后呢 我们的Gaba啦 Omega 3啦 美离子以后 他脑坡就 4个小时后就变得好很多 他恐慌的感觉呢 也整个消失了 这个就是前后差4个小时的脑坡 他的这个紧张的脑坡整个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很确定我们的处方是非常的有效的 通常当然如果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没有办法看到脑坡很快的变化 可是如果是一个过高的恐 尤其是恐慌症的病人 他这个脑坡好的非常快 这个脑坡 B-TAPO降下来以后呢 胶感神经也就同步下降 所以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明啊 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左边这个B-TAPO好多 4个小时后就恢复正常了 再来就是看一个焦虑的病人 这个患者他这里的这个量很量很量的 这个B-TAPO表示说他一直很紧张 可是你看后面就恐慌 我认为是恐慌出来了 可是呢 经过两个小时 同一天啊 经过两个小时 他这整个恐慌波就减少很多了 这边本来很亮的哈 这个前第一分钟啊 四个小两个小时后第一分钟啊 我们可以感觉到看到这个13以上的这个紧张波整个就消失了 连这个阿发波也比较少了 那最后就是看啊 两个小时以后的这个第三分54秒 三分54秒的这个脑波 他整个紧张感就消失了 他的这个之前的是17 B-TAPO是占17个percent 第一次的时候 然后做数学的时候 24 27 可是等到两个半小 两个小时后呢 变成11 14 19 我们看这个脑波的这个B-TAPO的分析 就知道他好很多 他整个很强烈的这个紧张波就变到接近正常了 可是呢 这个患者哈 他自我感觉良好 他不觉得他有恐慌啊 这个跟前面前面一个恐慌症的病人比起来 就是为什么恐慌和跟焦虑蛮接近的 事实上焦虑跟恐慌哈 呃其实只是一个个人的感受啊 我们在脑波上面哈 很难去辨别焦虑跟恐慌 如果你平常很低很低的话 那么你碰到事情啊 你紧张起来 那个有时候会是恐慌的感觉 至于后面这一这一位患者呢 因为他平常就很紧张 他在恐慌的话 他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恐慌啊 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感受 还有我们就是要提到说 老人啊 不是脑力就一定差哦 啊 如果健康有好好照顾的话 事实上八九十岁脑力还是很好的人很多啊 这一个患者啊 你看他这个七十二岁了 脑波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啊 啊 啊 当他做数学的时候啊 脑波更强了一点 啊 就是 这位患者他平常没有这个杂念波 没有胡思乱想波 可是等到他做数学的时候呢 又有一些脑波出来 那么他休息的时候 这个患者 紧张工作脑波是比较低的 可是呢 等到他拿到数学题目的时候呢 他又整个脑筋有活起来了 就是说前后比较低跟高差很多 就是当他休息的时候 他脑波是八 到他工作的时候十七 差了一倍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老人家的脑波 啊 他休息可以休息啊 脑波可以用的时候可以用起来 所以像这位七十二岁的 一般人看起来也是老人家了 可是基本上 他家属说他记忆力很好啊 你跟他讲一个电话号码 他第二年还会记得住哦 还有他打牌 没有人敢跟他打牌 因为他会算牌啊 脑筋很好 所以他打牌 必赢没有输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一个叫做 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 事实上啊 这个人才六十二岁而已哦 并不是很老 可是呢 他的一个主述就是说 他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忘记 可是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个食物护照检查 他好像并没有什么食物过敏 他是说 他讲话呢 不但记忆力差 讲话前面讲的话 下一秒钟就忘记他讲过什么了 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 算是失智症 可是经过 二十天左右呢 他整个就觉得好起来 我们看他前后的脑坡比较 前面很暗 右脑 大概经过4月5号到4月24号 整个就好很多了 当然我们看这个脑坡 觉得他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呢 可是患者自己觉得很满意 好像记忆力好了很多了 就是这个右脑这边 第二次来就好很多 再来就是看一个巴金森市症 这个人已经 患者已经六十八十四岁了 他八十四岁 可是他手一直抖 全身就很不舒服 他是说 他有情绪起伏不定 不好入睡 睡觉容易惊醒 低潮 负面思考 心慌 多梦 手发抖等等 做起来又会投影 一直在吃抗焦虑的药 吃精神科的药 我们跟他做了检查以后呢 就发现 哇 他的脑坡 跟婴儿的脑坡一样 好强 可是呢 经过十几天的这个治疗呢 他整个脑坡就降低很多了 我们看4月15号 4月26号 前后脑坡差异非常的大 他患者就感觉 好的这个非常多了 手不再发抖了 我们观察他 就手不再发抖了 这个就是 这个是异常的脑坡 大部分霸金生氏病人 都会有异常的脑坡 这个βetapol也 差不多十几天 就减少很多 再来就是看一个强迫症 这个强迫症的患者呢 是42岁 他是主述说 他常常感心慌 好像他的脑里面呢 藏了一个人 常常指挥他要做这个 做那个 有时候他就门 走进走出 走进走出 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他觉得 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人 再给他指挥 他没有办法制止 所以你看他有这个 很强的这个 老婆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 同一天 我们给他吃了一些 我们的自然医学的处方 老婆整个就恢复到将近正常了 我们看两次老婆的比较 你看7月2号 3点48分下午 7月2号5点15分 一个多小时 整个脑波就好很多 那患者他是感觉说 他的这个 治疗后 吃下我们的自然医学处方呢 大概差不多是一个多小时 他整个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消失了 我们看这个脑波 也几乎是 这个太长的 都恢复正常了嘛 他的自力神经呢 也有比较高 降到比较低 183变成47 这样 心跳74变成68 自力神经整体活性 27变成16 再来呢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精神分裂一个病人 精神分裂通常不是只有 幻听幻觉强迫症 这些感觉 像这个大概20多岁的患者 他就有这个自杀念头 幻想 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综合症状都有 不是只有一个幻想 真的 他来看的时候 第一次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脑波 不觉得他有什么异常的脑波 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嘛 跟正常人差不多 所以精神分裂的患者 通常很难看到 有什么异常的脑波 可是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他这个牛奶蛋 小麦黄豆 他是平常由小到大 吃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地雷食物 那么治疗经过一个多月 他脑波变这样 脑波这个本来比较低的脑波 变成这么强 那变成这么强 有什么变化呢 我问妈妈说 你女儿有没有好一点 她想了很久 想了一阵子 她说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说我女儿 她以前很多年不说话的 一句话都不讲 每天头低低 然后眉头伸索 不讲一句话 只会摇头点头 你问他 老师问他 同学问他 父母问他 很多年都不讲话 4月10号来看的时候 经过差不多两个礼拜 他变成很多话 到我们这个诊所的时候 他也是变成很爱讲话 呱呱呱呱 一直讲个不停 一直讲个不停 我就跟妈妈商量说 这个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吃我们的这个 营养品 脑部太多营养了 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吃任何药物 我们只是给他吃一些我们的这个自然天然的这个食物而已嘛 照道理这些食物 呃一个人你他一个月的份你就算是一天吃完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 可是这个患者怎么办呢 他他变成这么talkive 好 爱笑 很兴高采烈这样 怎么办呢 我们就跟妈妈商量说 嗯 我们来减量好了 把他原来的这个处方减到三分之一好了 好 减到三分之一 又过一段时间 6月6号又来了 来了以后 哎 脑坡看起来比较正常咯 哦 比较跟第一次来的脑坡比较接近哦 那我问妈妈说 有没有好一点啊 嗯 他说好像好很多 嗯 后来我跟患者在讲 问他说哎 你怎么样啊 他说我很好啊 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啊 有没有想到有人要害你啊 没有啊 我很正常啊 我没有病啊 同学也是觉得很奇怪 好妈妈也觉得很奇怪 医师本身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啊 我们常常被病人瞎到 就是说好到瞎到 就是很多精神分裂病人 自闭症的病人 整个都好起来 怎么可能 那也 那也安类 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们看患者的这个 智力神经其实变化的也很大 你看我们正常的智力神经 活性应该28的哦 他第一次活性66 第244 啊 62 啊 616号正常这一次呢 变成29 交感 148 1000多变成139 副交感呢 变成939 最后还是很高 最后一次变成123 啊 所以他的这个智力神经 总体活性 有2400变成1000多 2000多 最后变成263 比正常还低了一点点 啊 所以事实上 我们检查这个患者啊 是智力神经跟脑波同步检查啊 他是非常的 意义非常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创立这个脑波自立神经医学会 因为我们觉得脑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做脑做这个自立神经 可是做自立神经呢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啊 后来用了这个脑波 3D立体脑波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窥这个人啊 身心灵身处 可以感觉到他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了 那当然 我想说我们人脑是一个 整个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 用脑波 没有用自立神经的话 你只能看症状嘛 看症状哈 你可能了解不到1%了哈 那我们现在呢 了解多少呢 我想我们应该了解2%30了哈 呃 可是呢 你说要完全了解吗 其实这个还是 呃 距离很远了哈 人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被完全了解的 所以说精神分裂这种疾病 当然我们有 好几十个患者哈 都得到这个某种程度的这个改善 权益的也非常多了哈 不过大部分哈都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这个脑波 好这个跟恐慌啊 优异啊 一些过动啊 注意力不集中啊 还有妥对症是不一样的 精神分裂症哈 我们到目前为止哈 还没有找到一个叫做代表性的这个脑波 再来就是讲这个回光反照哈 什么叫做回光反照呢 其实这个讲起来哈 回光反照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像有些人啊 他病重啊 昏迷啊 或者奄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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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奄啊 啊 他忽然间精神变好了哈 精神变好了啊 也想回家看一下啦 或者起来交代后事啊 然后就 蹦啊 然后又 又又是一觉不行 就是 呃 被宣布死亡了嘛 这样 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误会啦 呃 智力神经很差 身体很差的人 脑波也是很差的 事实上哈 我们检查过很多重症的患者 他脑波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说 当他身体坏到不行的时候 他很不想死 他是真生存的意志很强 他脑波反而会变成很高 我们就是要讲这个 像这边一位患者啊 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哦 啊 没有任何精神疾病 问他有没有失眠啊 没有 有没有忧異啊 恐慌啊 躁愈啊 他没有勾任何失眠情绪的问题 他只有勾了两个 就是硬疲症雷诺氏症 他不认为他有任何 情绪上的不舒服啊 啊 他只是手脚病人 下肢水肿 硬疲症啊 手上摸一块很硬的这个皮啊 雷诺氏症 他雷诺氏症 是手脚冰冷哦 他尤其是冬天的 是手冰到 车起来大概只有20度左右 他的脑波是这样 看起来脑波哦 看起来脑波哦 跟智力神经是 差得很远哦 他脑波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强烈哦 看起来应该是焦虑恐慌的脑波嘛 非常的强烈 可是呢 他脑波虽然这么强烈呢 可是他的智力神经可是很低的哦 他的这个 智力神经总体活性应该17的 他只有9 胶感应该19 他只有15 副胶感应该12 42 他只有4 总能量哦 应该要121 他只有20啊 这种我们叫做气弱油湿型啊 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经过治疗以后呢 他的智力神经 既然恢复到超过正常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6月1号 6月29号 他的智力神经活性9 变成25 胶感15 变成102 正常标准是79 副胶感呢 由4变成63 正常是42 哇 几乎完全变正常了 心跳 91 也变成83 那么他这个胶感 副胶感的平衡度 正常是1.5 他1.6 所以非常正常 那非常正常 那么他的脑波表现是怎么样呢 脑波表现是这样 他整个先前的这种紧仓波 比较高的这个脑波 几乎完全就消失了 你看这个我们在3分40秒 6月1号 6月29号 3分40秒 同一段的脑波 他就是他做完这个选择题的时候的脑波 整个就消失了 那患者呢 他也是感觉 人整个舒服很多了 连他的硬皮症 也比较软了 手脚也比较不冰了 他的这个脑波之前 这个βB很高 之后就比较好 这个 你看这么高的这个βB 也变得比较接近正常了 所以他整个就好起来 所以我们是说 之前呢 之前他为什么会脑波那么高 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嘛 就是智力神经很差 他身体感觉到危机来了 他身体会放出很多这个不正常的这个脑波 我们看过这个 我们之前是以为说智力神经低脑波就一定低 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想 智力神经代表是智力神经 脑波就是脑波 他之间有时候有直接的关联 有时候是没有关联的 这个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研究以后 再来呢就是看到这个脑波转念是可以使脑波改变的哦 我们一定要关公念恩啊 不要关过念念哦 尽量想人的好处啊 不要想人的坏处啊 因为如果你想到人家坏处的时候呢 一直怪别人的时候呢 你的β是会起来的哦 这个紧张脑波 焦虑脑波 生气脑波是会起来的 就是我们平常脑这个baseline是这样 这个智力神经 当你生气的时候 这个焦感是会起来的哦 像我们这边有一个患者 他做智力神经脑波检测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这个做数学的时候 老婆很高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做数学这么紧张啊 他说哦 他穷小哦 就常常被妈妈惩罚了 看到数学想到妈妈就很紧张啊 好 我说那你不要想咯 不要想看看 看老婆有没有变化 真的呢 他一不想哦 我说你这个数学很简单啊 你做错了也不会扣分啊 你看他脑波就消失了 紧张脑波就消失了 所以说 转念啊 事实上是绝对可以让脑波变化的哦 你看这个之前这么紧张 然后就变正常了啊 所以我们转念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就是讲观公念恩 你一定要想好的事情哦 想好的事情呢 你这个阿发波放松波就会出来啊 放松波出来 副交感也就会提升啊 人也就会感觉很舒服嘛 因为你副交感提升的时候啊 这个人就会很舒服嘛 神经传递数啊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冥想啊 观想啊 内观啊啊 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圣心灵的啊 我们进来这边的来这个王群光医师做一个示范啊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 脑波啊 并没有很很特别 可是一转念 一冥想 观想 把这个脑波定位在一个 把自己的脑子定位在好像定格技术 好像转到一个你你你所信仰的对象啊 菩萨啦 或者是上帝啦 或者是青天白日啊 然后就完全不要想任何事情 然后就做吐纳 深呼吸 深呼吸 然后把它去吐干净 去吐干净 然后再吐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吸 吸满了以后再憋气 这样 脑波很快的就会有改变 所以我们的脑波是可以被控制的 像这个之前呢 开始之前这个脑波啊 阿发波还是不是很平 进入这个冥想观想啊 这个阶段以后呢 脑波就变成比较平整了 然后这里呢 这个是这个是左脑这个右脑啊 那么这个是脑波的这个平幅啊 frequency 这边这边你看在这个阿发波 蓝色的是阿发波 那么这个阿发波呢 会很长啊 在八以下啊 在八以下 7.83我们叫做天人和一波嘛 这个脑波很强 也就是说 在还没有做这个土纳的时候呢 复交感 这个放松波是26 做了土纳以后呢 最后变成46 就是这个蓝色部分啊 这个将近接近一半了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转念之前啊 冥想观想之前啊 这个多了一倍啊 所以我们讲说 人啊 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这个心情平衡啊 轻松啊 让你的这个 就是阿发脑波出来啊 你的这个叫做 接近这个地球的心跳啊 7.83啊 就是苏曼波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 这个叫做天人和一波啊 这个天人和一波 就是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啊 可以接引这个大地的这个能量啊 所以我们 总结啦 就是说治疗前后脑波的对比 可以证明治疗的效果 还有就是再强调一点 脑波可以主导情绪 不是心情影响脑波 有脑波可以看性格 当然我们由病态来讲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说你在价值观上面啊 你能够原谅所有的人啊 能够体谅别人 不要常常责怪别人啊 你这一种惯性思考啊 你的这个 有关功力那时候 你又可以回来影响脑波 这个是一个很很奇特的事情啊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通常如果以病理来讲呢 就是说以生病的人啊 脑波很不正常生病 你只要把它 过敏炎啊 拿掉 让脑细胞有很好的营养素的时候呢 脑波变正常 心情就会变好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不管哪一种精神疾病啊 或者是大人的 或者是小孩的啦 只要不是遗传的 不是基因性 不是说已经洗肾了 已经眼睛看不到啦 这种叫气质性的 只要是生理性 营养性 发炎性的 这个精神疾病啊 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大家在前面有听到这个第二集的话 就知道说 其实不只是精神疾病 几乎所有的疾病 都用这个方法治疗 都会收到某种程度的这个效果 我们最后来评估一下 成人情绪自然疗法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呢 根据我们这个经验啊 我们认为说 呃就说 呃优异啊 焦虑啊恐慌情绪低落 沮丧哦 这个治疗的效果是最好的哦 是最好最快的这样 哦 虽然不敢讲百分之百了 大概95%以上是应该OK的 当然也要看患者有没有这个耐心 通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收到效果 失眠效果其实也很好 可是时间要拖长一点 那么精神分裂就是比较难讲 那通常我们是觉得 很多精神分裂的病人 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生病 不愿意接受治疗 或者你给了他处方 他就是不吃 那我们就是很难评估 那根据我们的这样初步的评估 只要他很认真的 很肯的把这些东西吃下去 事实上好权益的比例非常高 那至于巴金森市症 我们的个案还不是很多 大概能够接受治疗的 其实都有好了很多 至于成年的妥瑞症 我们就比较不敢说了 因为幼年的妥瑞症 比方说他只有五岁六岁十岁十几岁都还好 那如果已经成年了 我觉得会改善 可是成年的病人好像效果会比较差 至于说自闭症 成年的自闭症 我们常常是建议不要再治疗了 就是说都已经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在第四集 还会提到幼年的自闭症 其实权益率也还蛮高的 只不过成年自闭症 我们就不给他承诺 会有什么疗效 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个精神疾病自然疗法专辑 这些个案 其实我们并没有reference可以参考 如果你说什么文献 其实我们目前还找不到任何 跟我们相同的文献 我想说这个reference要我们去投稿 去收集资料 做研究论文 投上去 以后大家才有reference可以用 所以我们目前 这个是一个临床经验的分享 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术报告 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感谢观看